叶霄罗 你知道你这么做会有什么后果吗 你们两个人实在是 太子后面的话已经说不出来了 太子 我会把这件事情交代得一清二楚 并且我会恳求皇后娘娘让我嫁给温王 我爱的人不是你 我要嫁 就嫁我最爱的人 既然你要这么做 我也不能阻拦 说吧 叶帅门出了茶馆 看着太子离开的身影 他不仅没有一丝害怕 反而还松了一口气 他现在心里只想着温王 没有其他 你怎么样了 我带你去找大夫 不用了 小罗 你刚才跟太子说什么 你要嫁给我 是啊 我和太子根本没有感情 我不可能嫁给他 那你也不能嫁给我 他从来没有想过 叶霄罗会说这句话 他千方百计地接近他 并不是为了让他嫁给自己 只是为了让他相信自己 说真的是这样 他生怕会伤了这么久以来 和叶霄罗可以接近出来的这种亲密关系 也怕叶霄罗不再信任自己 但是他真的不能娶叶霄罗 温王 你竟然这样 我方才和太子说的那些都是我的真心话 除了我的三个哥哥 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对我好 我也是真的想要嫁给你 皇后娘娘那边 我会去说服的 我 我一定不会成为你的累赘的 我